这现在包括这个美国那边律师事务所的有人爆料 还拿出他跟他妻子说这个结婚协议这个细节啊 你想那这都不要真的假的 说第157条就是不准夫妻间开同性恋的玩笑 而且你看他的第一任前妻啊 咪咪罗杰斯就爆料说他不爱进行房事 不过这个不能说明同性恋 没几个丈夫还喜欢建房事的 现在无性婚姻很普遍对吧 但是徐老师最近你去欧洲 我听说呀对这个话题有一种特别倒肉的认识是吗 我去看了那两个著名的海滩 麦克诺斯就希腊有一个岛 麦克诺斯米科诺维奇 米科诺维奇 这个岛这个岛里边 不是你是先出了事了 还是先给我们看照片 还是先谈你的结论 不是我就讲 那个照片也可以 那他们看看照片 他们可以看看 这是一个什么岛 这个是我随便拍的 你看多漂亮 我这是欧洲画 这是也是在 维多利亚公园 不这个是在里斯本 这是在西班牙 不不在葡萄牙 在葡萄牙 就这两他们的衣服的黄色跟绿色的搭配 这个树 你看这个画构图好不好 然后人家两个两个女生 这个画面 这是这是一对 就是我觉得很美 我拍下来 我也把它放上微博了 再有一张 对 这个呢 就是 Super Paradise 这个你们可以 花时间可以仔细看 风景无限 又放大镜 风光无限 对 那么他原来呢 他就是很有名的 在西班牙岛 在那个希腊岛上的 就以前叫超 那个天体沙滩 天体沙滩 那个明镜片上呢 就没有那些棚 那就是天体的 那么现在呢 其实就是以同性恋著名的 他等于在荒山上 一般去那个岛的 中国游客很多 但是很少人会去的 那个很难去 要自己租车 然后在荒山上 转啊转啊 他转到一个叫Paradise 那转到那个地方呢 一下子一大片几千人 就很现代 也有放音乐啊 有喝咖啡啊 然后就是男男女女 睡在那边 然后我想既然有个Paradise 我还一定要找一个 超级Paradise 又出来转 又转了很久 我几乎中间迷路 但最后又找到了 也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我在那里 睡半天呢 我就 我觉得很 睡了半天 我自己睡了半天 对 对 你有那么饥渴 要找半天 去找那个地方 因为他很出名啊 因为就是好奇心啊 其实因为 你看明信片 你看那个明信片 你就非常渴望想去 因为当你看到 几百条男人女人 都赤裸裸地 睡在沙滩上 我很显望 他们后来说 就被美国人搞坏了 美国人保守 你知道 美国人呢 听到他的名声就去 然后美国人去了又不拖 美国人就过一半 知道吧 那渐渐他们就变成主流了 渐渐当地人 现在去呢 其实拳头的人就很少了 几乎就没有了 或者说他们到傍晚的时候 他们说才有 大部分人就是 就是半拖 或者甚至就也穿的 比基尼这样 但是那个气氛 这是非常之好 然后呢 最多的里边 那就是同情人 就是靓仔 两个靓仔 两个靓女 然后在那里 然后你就会觉得 好自然啊 我平常啊 我说实在话 我这个政治上 我觉得同性恋 根本没什么任何问题 但是实际上 朋友碰到呢 总还是带着一点 异样的眼光 就好像我们刚才 全世界对汤姆库斯 这个事情 还是这么看 对不对 可是在那个阳光 沙滩 人 就是那么简单的 那么一个 这个人 人类最基本的 几个要素下面 你就觉得 好自然啊 而且很美好啊 那你当时穿点什么衣服 我就是自己的 就是下沙滩 你犯规了 不不不 那还是要穿一下 但是我要是他们不穿 我也不穿 我会觉得很爽 我偶然我注意到 里边我不知道是日本人 还是韩国人 但不像中国 亚洲人在那里 那这个 我就观察了一下 他们脱不脱呢 然后那个男的就鼓动了 后来还还吓吓的 好像还是不脱 旁边的有些人 就欧洲人 比较还是欧洲人 脱不脱 要看什么年纪 我告诉你啊 这一点我比你进步 我23岁 已经在海滩天体 螺涌 不过不在香港 也不在欧洲 在那个马来西亚的东岸 这不算什么 那我从小就这样 不23岁 我是23岁 你是两三岁 我20来岁 在那边采访 本来去采访 马来西亚的一些风土人情 替一个杂志 可是到了 才发现他那个月 刚才我是灾戒月 灾戒 你是晚上 没有他整个月 我是白天 他们整个灾戒 白天不吃饭 那没有什么活动给我看 那我就一个人 就住在海滩旁边 我叫那个罗勇 然后几乎没有人 而且我想说的 我不止罗勇 那时候年轻 那在海上面 做了不该做的事 还污染了那个海洋 那可是我告诉你 那个经验真的好 所以子东兄 你下回去记得要 或者你一个人容易 上千人就麻烦 因为周围都是人 距离其实不远 就像我们这样 我怎么听你 跟宋青还说什么 就有老汉推车 这情节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我的车 那是在另外一个岛 Santarani 那有个黑 以世界有名的黑沙滩 在那黑沙滩 我开车呢 我那个沙滩就 我就转 开车就不小心地 陷到沙里去了 陷到沙里去了以后呢 结果就 就没法开了 就冒烟了 就 这个时候呢 那其实是另外一回事 结果就 我没办法弄的时候 扒下来一队女的 大概三四十岁 很简单就跑来跟我说 他说你坐上去 很轻地往后踩油门 我们帮你推 就在前面 身上很大的纹身啊 一队推 推了还是不行 起不了 就在这时候 来了一个男的 哇 长得帅啊 三脚身材 个子很高 像捷克足球队的 守门员 你要是看欧洲杯 捷克足球队的 那个 那个守门员 穿了一个很短的 短裤 一来 他就拿了几根板 就几根板 他很远 看到我们 然后呢 他就 垫在轱辘底下 趴到那个车下面 帮我们把那个沙刨开 用那个板垫的拉 我其实当时 真的很想拍照 可是我想 我真不好意思 人家来帮我的车 我来拍照 太不像话了 对不对 但是我久久的 想不通一条 我觉得这个是雷锋 而且要我真做不到 你要我人家的车 线下去 我帮他推一下 行 我看一下 行 你要我那么光的身子 啪 多热 你知道 这个沙滩啊 你要进水 可以 你站在那里 要分分钟 马上要涂放 这就不用说了 外国都是活雷锋 我就说的是这个 那些人 都是同性恋吗 不是 那个两个女的 是同性恋 那两个女的是同性恋 为什么我知道呢 因为后来又来了一对夫妻 搞半天 半个小时以后 他们才拿出一根绳子 就那两个女的 就在那里说 说我早就说了 你们把绳子拿出来 就是我们女的说话 不管用 就是这么 你们男的 这不听我们女的说话 就她的性别斗争 意识很强 我这才很清楚的 在那里 最后我问了他们 他们最后也搞不成 我最后还是叫拖车公司 搞不成我就问他 我最后问了 我说你哪里来 他说London 我说我就说来 我说London 我说我们要到London 他说 very expensive 他说非常贵 但是没有这种 很坏的杀 他说没有这种很坏的杀 对 那个男的的女的呢 就在不远处 洛塞 还跟我们打招呼 我还不好意思看他 他还好意思看我 还还跟我们打招呼 我后来在想一个道理 我反复在想一个问题 就人什么动力 去帮人家不相干的车 这么热的天去 去排上 你哪里有那么多火雷锋 这一般都不会的 后来我想想 爱情 这个爱 这样在那里说 爱情使人性变得高尚 其实那一对女的 当他们在热恋当中的时候 他们一起做个好事 他就愿意 互相之间都很 那个男的也是 女的在那裸赛 他在这里帮一个陌生人的车 没错 多高尚啊 你知道这事情 这就是当年那个 斯巴达那只爱军的 三百勇士 全是同性恋 坚守一个山口啊 一个山口 我就全部阵亡 无一生还